您好 不反腐我 您好 怎么是你啊 孙哥 我刚刚敲过门了 我以为这里没有人 所以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记会这个 进去打扫吧 愣着干嘛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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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四哥 不好意思 要不麻烦您先把衣服穿上 或者先回卧室休息 行 我先去换 对了 我听说 你是大嫂 以后有什么事好好说 别为难手底下的人 那公司有改动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你这样搞得我很被动 公司的事呢 交给我 你管好咱们家就行 你当初是怎么上位的你忘了吗 要不说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 以前的事情不要再提了 懂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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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了 你刚才想说什么 我听说阿森身边多了个女孩 这小子 自从她未婚妻去世以后 她就一直吃醋 这怎么突然开婚了 是啊 我也很诧异 行 回头我关心关心她 我去公司了 你乖乖的 嗯 你把她给我盯紧了 好嘞 太高 您放心啊 好 等一下 打扫的还行啊 谢谢 这个 拿着 这是什么 按照上面的地址 去取一个东西 有个惊喜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我 嗯 是的 咱 fixing 录路里买什么药 就不去 去还是不去 算了 就当还她的人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